时光很快,转眼间你就已经到了三十多岁 开始渐渐地步入中年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眼角悄悄地爬上余纹纹 走在大街上也是阿姨级别的 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老得这么快 但是自己身体、机能和生活习惯都有了一定的预兆 作为80后的女人,看看女人进入中年危机的七个表现 看看你中了几个 一,不再那么喜欢化妆了,也不喜欢自拍和发朋友圈了 即便发朋友圈也是一些人生哲学和鸡汤 或者是一些旅游时候的自然风景 二,不再那么喜欢喝咖啡了 取而代之地爱上茶文化,更注重一些养生 三,越来越懒得交新朋友 越来越不想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觉得朋友还是旧的好 儿时的感情最真挚,总是习惯性的回忆往事 感叹还是以前好 四,和别人聊天的时候,自己的心酸和痛苦只愿意放在心里 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不愿意和别人说起 更愿意把一些快乐的正能量的分享给他人 五,喜欢规律生活 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 喜欢熬夜和喝酒 爱上了跑步和健身 看到喜欢的食物 也注意客制 不再那么暴饮暴食 越来越明白,己所不欲,故事一人的道理 不再去勉强别人 更愿意自己去做 慢慢地分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不愿意再花时间去维持 或者结交一些不靠谱的人脉关系 懂得哪些朋友是最该珍惜的 中年危机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没有调整好心态去面对中年 成熟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 要学会减负自己 把不该留不该做的事情去除 才可以身心愉悦 平常心去迎接你 人生的最终阶段时期